他曾是妇产医院急诊科的护士 面对患者 他临危不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单身嘉宾通过他 你都可以找到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给您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嘉宾 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导演 演员 穆立新 欢迎穆老师 历师 郭敏亮 欢迎两位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 我们的这个陪选团 范祖盛 67岁 北京户籍丧偶金融研究员退休 和平 71岁 北京户籍 李毅银行职员退休 杨靖 65岁 北京户籍 李毅 国企职工退休 钟景云 67岁 辽宁户籍 李毅 印染工程师退休 欢迎我们的陪选团 那他们也全程会参与我们的选择与被选择 那么坐在他们后方的是我们的亲友助力团 欢迎两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他是哪一位呢 我们也掌声把他请上来的 但我得让我们今天陪选团的两位先生先猜一猜 范先生您觉得我们一号女士多大岁数 62左右 62 何叔您觉得呢 65 六十 六十 有六十吗 你看我们姐姐笑得那么甜 我是努力的往上说的 就是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B维群71岁 北京人向医院护师退休 是不是因为您从事这个职业 所以保养的特别好 这哪像过了七十的 这样七十一的吗 不像 还真不像 挺选年轻的 心态好吧 每天都很开心 是吗 不想那么多 糟心事呗 那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啊 家里没有乱七八糟的 有让我操心的事 女儿和女婿都很独立 很自强 小宝也大了 也很好 培养的也很好 所以就说没什么操心的事呗 没有 对 那每天会去锻炼锻炼吗 对 游泳 我游泳游得很好的 最起码要一千米左右 天天一千米啊 不是天天 一个礼拜游个两到三次 那好厉害了 所以我就说霍律师呀 一千米我可游不了 不是一个礼拜 如果您要能游两到三回 我觉得您那个 多长时间 是不是啊 一礼拜 我都按年算了 一年能游个两到三回 还差不多 我们阿姨是一个礼拜两到三回 两三千米 对 真是好厉害 就这几天下雪吧 就路不好走 就没怎么去 一般的都经常要锻炼的 要游的 那这样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婢女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职业班的故事 护理她多年温馨的家 我看您是说做护师是吧 您这职业班也是跟您这工作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经常要职业班的 像我是在门诊吧 因为我们是专科医院 妇产医院嘛 接待的都是一些孕妇啊 还有一些有些妇科病的一些人 门诊还有夜班啊 有夜班 有急诊啊 半夜要生孩子的 他要来啊 肚子疼的他要来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要来 那像妇产医院的这个夜班 我觉得是闲不着的 对吧 有的时候一晚上都不能睡觉的 因为我们夜班是可以 没有事可以睡觉的 但是基本上没有就是说 我睡一晚上都是要 半夜都是要有要起来的 是啊就像您说的 这要生个娃呀什么的 哪还赶点算着日子呀 算着时间 对对对 他肚子疼了他就要来了 对 那是不是在这个职业班的急诊室里 也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或者说很危险的故事 有有有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外地的 从来也不查 为了省钱嘛 也不查 结果他是双胞胎 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 完了呢就在家生了 生了以后呢 孩子出来了 头卡在里头 是个小男孩 因为他生得出来 是个小男孩 生不出来 咱们也生不出来 后来到医院了 到医院以后一查呢 是两个 就是胎头在里头脚锁了 就是说在外头的这个孩子 就是说在里头的孩子 头在外 那个出来的孩子 头在里 两个就卡住了 他这个头下不来 那个孩子也出不来 我的妈呀 就再卡住了 太危险了 多危险 这都出来一半了 这 所以呢就赶紧的就抛肤铲 抛肤铲 把那个里面那孩子 就堵到外头 那个就是头卡到外头 就比方这是宫口吧 他卡到这边的孩子 先给拿出来 完了这个出来的孩子 头才能出来 就抬头脚锁了 在里头锁了 我的妈呀 但是不错 就活了一个男孩 他是双胞胎嘛 肚子里那个活了 外面那个先出来 那个孩子就没了 哎呦 真是好可惜 就很可惜 一个小男孩 这要不你说 两个孩子都好 如果他按时的 来定期检查 快生的时候 有这个临产症状 他赶紧上医院 赶紧实行抛肤产 两个孩子都能 对 肯定是 你想看 零几年的时候 生活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吗 他就愿意省钱 不愿意来查 就觉得还生个孩子 没那么严重 结果没想到就很厉害 所以在你们 这个妇产科的大夫都知道 就是以前说 生个孩子 就是走一趟鬼门关 对 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特别是头一胎 以前的妻子 生孩子的时候 你们当时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 是不是 也很紧张 也很惦着 很兴奋 我当时特高兴 没有心疼妻子吗 那就着急呀 对 我很紧张 我觉得没事 我觉得我儿子了快 我挺高兴的 当时晚上是在寺院 家里人都在 都很急很惦着 到那种情况 能来急诊的 一定都是比较危急的情况 要紧急的处理 女孩子都怀了好几 七八个月都快生了吧 两口子就到五环以外 去放炮去了 结果她炮响 很响的炮 她就把女孩子 就是这个妈妈 就把耳朵堵住了 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她能听见炮声 结果半夜三十 大年三十 半夜就来了 说孩子肚子里 跳得动得太厉害了 就是给吓着了 这个太好玩了 我说你干嘛去了 她说我看放炮去了 我说你都怀孕那么大了 都快临产了要 你还不在家 好好待着轻炮 有那么娇气 孩子耳朵都成型了 那我估计是当时妈妈 没跟宝宝嘱咐咐咐 要放炮了 自己多远点 母上耳朵 孩子在里边也喘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就上医院来 没办法 紧急生了吗 没生 就给她安静安胎吧 让她多吸吸氧气 完了吃点那个静 静就是安眠药 不是安眠药 就安静的 让她镇静的药 孩子慢慢慢慢就静下来了 要不然你冻得太厉害 那很危险的 要窒息的呀 所以她就 就估计这小孩以后生出来 也是怕一惊一乍的 是不是啊 这就 精卵了是吧 对对对 孩子就受不了 吓坏了 呆在肚子里 你隔一层肚皮嘛 你想你把耳朵堵起来 孩子隔一层肚皮 那听得很清楚 哎呀 我觉得我们节目 又做了一项普及工作 您别说这个 大家一般还真没有想到 说怀孕的时候 真听到放炮 能把孩子给吓坏了 没错 对以后多蒙几层 什么衣服 就别去了 对 这种已经太伟大了 爱凑热闹的了 从小就断练孩子 你一般的一两声炮响问题不大 你那么剧烈的炮响 孩子受不了 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吧 以前也没有过 没听说过 就是以后 以前的妻子也没有经历过 对对对 所以您一直就在这个岗位上 干到退休六十 对 在护士工作岗位上 干六十 平平常常 热情的为别人服务 我觉得护士这个工作 真的是要那种 特别干净利落 然后办事特别麻利的人干 对 是不是 你发现护士都是风风火火的 脑子都特别好使 对 然后就感觉像八爪鱼一样 一个人要管了好多事 对 你还得记着很多事 对 因为一碰的重病人来着 抢救病人的时候 分秒必争的 我侄女就是跟她一样的工作 现在也是护士 我侄女 你就得干净的吧 她需要这样 在深圳 更比她还忙 她这一说 我就知道 我侄女忙什么原因了 所以必须给您护士人 谢谢 但您这个护士 她多年就是 是谁啊 我爱人 她是什么 得了 肝癌 15年做的手术 她就是 不要别人护士 她就信我 所以就是我 一直在她身边 这等于15年前发现 早就 早就有 后来就越来越大了 后来当时发现的是 三点几公分了 后来医生说要做手术 就做了 慢慢慢慢地就 就发现不行了 有新的 有新的发 爆出来了 完了就要做摄评 做摄评 做介入 后来以后 那做摄评 做介入都要住院的 那就是都是我陪的 白天晚上地陪 他们亲戚兄弟姐妹 就说太辛苦了 换换吧 不行 她就是不习惯别人 就那个时候 她是完全离不了你是吧 她就不希望别人陪她 就是觉得好像 不好意思 就是自己的老婆最贴心 所以她就 让我陪着 白天晚上地陪 那那时候 您是不是比 直夜班还累 对 她输业嘛 一输业一天嘛 就整宿的就是得盯着液体 你不能在旁边里睡着了 液体走完了 不行啊 所以就得盯着液体 不容易 对 不好熬过来 我体会不 我们家老爷的住院动手术的时候 我就整宿的陪着 我弟我妹都上班 就是我是自由人 我不是个体吗 我就得必须得直夜班 整宿 熬了我真的 真是跟熬鹰似的 有时候打个盹 赶紧就起来盯着液体 不能在那走完了 走空瓶也不行啊 所以就是白天黑夜的 就得盯着她 哎呦 累死了 有的时候 我又出去办点事 给她买点东西什么的 就让朋友啊 不是朋友 就是亲戚啊 或者孩子陪一下 她就找 哪去了 干嘛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 就是找 就依赖特别强 拴着您也够累的 对 六年多嘛 哪也去不了 就等于吃啊 您是还要给她做 还是医院订 在医院住院 一年也得住个三四次吧 一住院我就得陪她 陪她输液什么的 在家里嘛 就是我 当然就是我 出院以后就是我伺候她了 吃穿的 拉撒呀什么的 那个洗穿呢 都是我了 那夫妻不就最近的嘛 尤其在有病的时候 就得最近的人 护理呗 你们俩是因为感情特别好 是不在那一刻 她很厉害 还行 反正我对她特别好 我觉得这是责任 应该对她好 她这个毛病应该是 不光是最后那几年 是不是就像您说 早就发现 她早就有乙肝 乙肝那个 完了医生就说 乙肝的那个后期 就是肝硬化癌症 她乙肝都有好几十年了吧 二三十年了吧 到最后就是肝硬化 肝癌 我听说平常 你们俩感情挺好 这个她也不让您 跟别人接触是吗 对 可能是太在意我了吧 那是怎么着 就比方说 晚上同事没事聊个天 或打个电话 是难的 不行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那个时候有个小狗 是我女儿抱来的一个小狗 完了我就出去遛狗 遛狗嘛 肯定要碰那狗友嘛 就聊聊天啊 说说话呀 她就嫌我跟哪个男同事 聊天了 说话了 就不太愿意 完了以后就不让我遛了 就她出去遛 年轻的时候也那样吗 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没那样啊 怎么到老了 反而就是促心特别强 是在她生病以后 生病以前就有 就开始了 生病以后更厉害 那您的这个通讯录里 都不能有男的朋友 男的同学 男的同事呗 嗯 她有查我手机 嗯 没有 在她面前没有秘密 上了岁数可能都有 都有点 有点 小心眼 太好 那您会这样吗 我肯定不会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嗯 在部队认识 我当过兵 我当了十四五年吧 不也是 你看我们姐姐现在啊 七十多了 还显得那么年轻漂亮呢 所以年轻的时候肯定 我估计这男生们 都挺喜欢您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没那些 花表新闻 嗯 哎 说有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啊 啊 这是我当兵的时候的照片 大眼睛 这是符合当时的审美 这是在给别人 收业钱准备呢 那时候都是这种玻璃瓶子 嗯 七几年吧 你看那会人的眼神 多纯净啊 是 没错 是 他长得很漂亮 他长得挺漂亮 刚才我们姐姐说的这事啊 您自己不觉得没有自由吗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您这叫什么 我觉得这个 您的先生啊 他需要您 对 太需要了 他最后他就跟个孩子一样 就是知道自己软弱了以后 其实夫妻之间的被需要啊 他太在意 特重要 就是俩人 我觉得您也应该享受 乐在其中 对 所以我原谅他 不不不 邓龙姐 你怎么看这事啊 就证明那先生很爱他嘛 很爱很爱 很爱很爱 就爱到了极致了 离不开了 所以就得呀 对 证明是爱他 怕失去他 中姐也这么认为他 是 那也是一种 也是享受 可能是 也是一种享受 啊 这不就是战友啊 这哪是爱 他不是正常的那种 就比如大男的主义啊 不去 他是那种 那种不高兴啊 他一难受 很多人姐姐说 哎 这这我谁也不理了 他是那种啊 很温暖的 柔和的 彼此愿意 那个愿意控制 这个愿意被控制 但是不难受 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去理解他 因为当时呢 他确实是处于 生病的一个状态 对 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呢 一个刚才您提到的 从医学角度来讲 可能是肝火旺盛 那另外呢 他当时得了 这样的一个重病 他最害怕的是 叫做被抛弃 对对对 所以就在那一刻 他的内心呢 就像是抓住了 一个救命的稻草 他紧紧地攥着你 对对对 您就是他那个身边的依靠 所以他恐怕 这个依靠 离他而去 于是呢 他越抓越紧 这个紧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在这些年当中 您的 无论是在照顾他的身体上 还是在心理上 这是一种受罪的 这个肯定我们要是 没有 我觉得姐姐就恰恰 他其实是蛮 还挺开心 这个事的啊 最起码是可以接受 包括我们两位陪选团 也是一样 反正我就是理解他了 接受不接受也没办法 就只能理解他 就您这点很了不当的 你知道吧 我即使知道 这个人是生病了 这种我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我有个习惯 我也就是说 不和男人 就是有交往 说话 我也没有什么 外边什么男 男的朋友 什么没有 我这是我自己的个性 人间挺伟大的 真的 女人做到这种程度 那有多顺的感情 这理解到什么程度 别的都挺好 就这种心胸太窄了 这点 我认为这不叫心胸窄 这就是感情 对不对 这种关心 如果谁要看我手机 你随便看 这有什么呢 对 你知道我怎么设置的吗 腹肌之间 你可以随便看 那是对你的一种关心 你是他的唯一 对吧 你要说 同志之间拿着看看 你开我手机干嘛 腹肌之间 这都没有什么隐瞒的东西 你看 我在我们家 我都不涉及到这个 因为这个微信 可以连那个iPad什么的 我就直接是同评的 也查不查 它不产生这个问题了 就软处理嘛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真的在他最后走的那一刻 他有跟您说过什么 最后他哼哼 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 我就给他翻了个身 他就说了一句 累 就是什么 我说还有什么 就再不说话 可能是心里累 身体也觉得累 所以这么多年的陪伴 真的他走了 您刚刚说15年 6年 21年 对21年 6年多嘛 15年做的手术 16171819 2021 6年多 这么讲 其实也过了两年的时间 一提起来 你还是 提起来还是 有点难过 是 这么多年的陪伴 好几十年了 对 就像我们那天在讲 说其实两个人 是要一起纠缠在一起的 像你们这种 这么深入的情感 真的是 刚才说 甜蜜的束缚 一点都不为过 是吧 所以 现在的状态 也不需要 再去照顾他了 没有了 解放了吧 也觉得轻松了 但也觉得孤单了 对对对 孤单了 不管怎么样 他在身边 唠唠叨叨的 总有一个人 没有了以后 就走了 完了以后 就有一个人了 孩子不在身边 孩子多久来看您 孩子 基本上不来 他在城里 小宝在那念书 就是学区房嘛 完了孩子呢 礼拜六 礼拜天 还有小宝 还要训练啊 还有上课呀 也挺忙 您住在哪边啊 我住在丰台 我们孩子住在马店 挺远的 完了以后呢 就打电话问 妈有事吗 我没事 没事都挺好的 那就不来了 别来要陪孩子 完了我们亲家身体不好 完了姑爷呢 要到亲家那边去看看 就是我女儿的公共婆婆 要去看看 所以他们也很忙 我就跟他说 你放心吧 我没事 我身体很好 你不要 不用来了 我女儿说 都有吗 吃的 我这吃的都有 不用来 没事 以后您可以多来选择 可以 刚才我们都一直 就是选择 我们一直说 您老来老来 就会发现 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特别热闹 没事 您来当当志愿者 对吧 我们现在有这个 有伴的小程序嘛 然后这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专属的二维码 然后在节目当中 您上节目 别人看到您 就可以一扫 就知道您的情况 大家可以互相联系 不是多好的一件事 我看您这个 现在家里的状况 这挺温馨的家 是有视频吗 我们来看看 我一个小家 这是我的客厅 这边是电视棍 我喜欢把照片贴在 贴在那个柜筹上 有一个小鱼缸 一老出去旅游 把养的小鱼都送人了 往这边过来 是我的主卧 这是我的主卧 主卧嘛 反正因为我住一层 所以老得拉着点沙链 你外面 来回来回老走人 让我的主卧 这边是 一个 这个电视不怎么看 因为那时候 我爱人 他一个电视 我一个电视 所以 他不在了 这电视就不怎么看了 这边是我的 一个次卧 次卧根本就没人住 这几天下大雪 把自行车推进来 放点 放点 杂物 完了那个 真是要有人住的话 就这个 这个沙发可以打开来 就是一张床 像你们做这种 医护人员出身的 对家里这个干净度的要求 是不是特别高啊 反正 不能看得脏 一看得脏了 就想 就要动画了 不能 就经常叫擦擦擦擦的 什么的 所以我在想 要未来的一半 进你们家 都有什么要求吗 在卫生上 最起码得 爱干净讲卫生吧 我记得 这个霍明亮 以前讲过一件事 就是他穿着外面的鞋 在家里 刮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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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要换鞋的 我那也不是故意 但是有的时候吧 男士啊 有的男士呢 他比较这个大条 您比如说 我有时候怎么着 我一进门 我的书房啊 实在我们家的最底边 我就着急拿东西 我一进门出去了 穿着鞋就进去 到书房拿了东西 这没关系 这没事 这没事 看不了再擦地 没事 回家有时候脱鞋 是这样脱的 你看 昨天他说我 我说我们是这样的 一会儿就说 但的确是这样的 这门鞋是这样 啪 啪 闪他 因为累了 劳累以后 他一会儿觉得 不够是在拿回他 我的外孙儿放学 上我这来 可不是这鞋一拖 一拖就冷的了 我这赶紧去给他归了 他妈说 给他归我啥 自己归了 您对这个男士的 卫生的要求 比方说 每天要洗脸刷牙 洗脚洗澡 不是每天要洗澡 最起码 睡觉之前要刷牙洗脚吧 个人卫生不刷牙 不洗脸 不洗脚就躺床睡觉 这太脏了吧 我跟你讲 以前吧 我真觉得 怎么可能有 这个不洗脚 只换干净袜子的情况 你看 你看 他们俩齐齐地点头 你知道吗 不可理解 是不是啊 钟姐都乐了 是不是钟姐 不可理解吧 对吧 就我们女的会觉得 你要穿干净袜子 你的脚也要是干净的 对吧 那你的脚是脏的 你换什么袜子 不不不 我们认为脚不脏啊 你认为 你看 你认为干净的袜子 要穿在干净的脚上 就我们认为 你看 这个鞋包着袜子 袜子包着脚 脚多干净啊 脚比脸还干净的吗 脸还风吹蜜晒呢 脚在臭 还是袜子在臭 我们认为不臭 晚上有没有每天洗脚的习惯 我是两天 您呢 我有时候三五天 夏天是天天得洗 这冬天不能天天洗 对 你万一照亮 都刮不来 你们上大学那会儿 是不是都是那种的 就是这个袜子穿完了 扔在那儿 然后到下礼拜再剪出 里边稍微干净的再套上 那倒不至于 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是这样 多买几双 然后弄一大 穿一双扔一双 穿一双到周末了 这一袋子 我拿一双 来 你管洗 所以姐姐 我要告诉您的意思就是 还真有可能 那有晚上不洗脚 就是上场睡觉的 如果没事 那如果真的是在一起 那就催催她呗 这么催 洗洗脚吧 是一脚下去了 还是老公洗洗脚吧 还是去洗脚去吧 不可能这样 那不可能像你那样 你肯定让她洗洗脚吧 刷刷牙吧 因为晚上刷牙最重要了 你吃了一天的饭 塞了一堆的口腔里面 都杂物 必须得清干净了 刷干净的时候再睡觉 就不容易你去吃 要不然就容易 叫说的虫牙 其实这个 这位你是说的这个 这个挺符合 这个我的情况的 也可能符合大众 一般来讲 南东这儿 就是一个礼拜 洗个两次或者三次 你像我吧 我还是出汗了 我每天我这回都得洗 是吧 冬天呢 两次三次 最少一次 这个洗脚这块呀 其实有时候 我不是添添鞋 像昨天晚上 回头吃完饭以后 你然后脚是干净的 是不是啊 对 对 他脚是干净的 咱们套一个干净袜子 不就解决了吗 对 看看 不明了这是 不明了 然后打你一块 然后从里边挑哪干净 哪干净 你看 我刚才说的没错吧 我以为我儿子什么小的小男孩 后来我发现长大了这样 最初再大点 你长如此 但是我说那是过去呀 那你不洗脚 也不刷牙 也不洗脸吗 我刚才说着玩了 说着玩了 但是这个呢 个人卫生一定要搞好 对 要不这样 你也考虑考虑我们何叔 你也可以拿他当例子 把它改造一下 让我们见一见 是吧 比如说你们俩真能走到一起去 然后一年以后 咱们再问何叔 每天晚上洗脚吗 何叔说 每天晚上洗澡 对 何叔敢不洗吗 经常洗澡不好 我听人家说 是吧 对吧 冬天衣里边洗衣服 一般想咱们明白 想咱们搞衣的 都明白这点事 这多两岁 长期一道不好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 何叔挺不错的 这个也不知道何叔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如果行的话 过会两位可以聊一聊的 但是您对未来一半的 这个要求是什么呀 您可以提醒 要干净对不对 天天洗脸 洗脚刷牙 还有呢 还有兴趣爱好 要相同 话不投机半句多吗 一定要说话要投机的 能说到一起 何大哥可以的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而且正直 你看大眼睛 他俩是五二年的 他俩都是五二年 七十一不到的嘛 七十一年 然后要不要会开车呀之类的 要 要会开车 因为我有车 我也会开车 我也有车 我爱人活着的时候 开车开得很好 他不让我开 他是七月份走的 我十二一次我就报名 我就报家校了 那时候我已经六十八岁了 我报家校以后 那个十二月份 就是过年前 我科目一就考下来了 一关过 一把就过 完了过了年以后就上车 上车就 就考科目二嘛 倒车入库 烂体八道 一个半月就拿下假照 我去年三月份拿的假照 太厉害了 然后现在就敢开着上路了 敢 敢 你会开车吗 不会 何叔会开车吗 我开了四十三年车了 其实刚才我也想问问 这个女士会不会开车 开车其实挺好的 我会 开过眼界 使人有一定的提高 开车也不会开车的 这有时候某一点上不不一样 我刚拿的本子技术不太好 可是你那个胆子可以不小 没上过高速 但是普通的这能开 那说明第一有胆量 第二有信心 是吧 第三的还得说聪明 还得精灵 车感觉好 是吧 要么那六十八岁考博的时候 你出了以后 你一见这路况 你就傻了 就害怕了 刚学完以后 我也不敢上路 后来找了陪嫁 陪练 他有那个有复杀嘛 所以练了几圈 慢慢的 陪练说你行了 你过了 你可以上路了 我瞎之余 我有253个徒弟 什么 253个徒弟 徒弟 陪练徒弟 都叫十五 你呀 厉害呀 因为我们那是朋友 陪练说挺早的 四十块钱一小时 买一卡是四百 没事呢 他要没事呢 上这儿来 我说我不干你 那多费心呢 是吧 帮忙 完这会儿啊 他认识的这个师傅 有一定捐性 我们关系给我丁好 我还给他找了仨 一会儿去 我还给他弄两个车 过在那儿 我又带一辆车去 我的业绩最好 谁归之不了的 那个全上过这儿来了 让何处带吧 我说 加钱行吗 这也不能加钱 那你信用费 最辛苦 谁带不了的 就归我这儿来了 最大就六十岁的 考了本了 我们那姐姐破的记忆 我都六十九了 我都六十八了 对 拿到本的时候六十九 是不是啊 六十九最多不到 就是七十岁那年 但是我月份小吧 这个拿本 挺快的一个月 好厉害呀 就是刚才我觉得 何叔说的这点对 其实这个岁数 有的时候不光是说 我们考啊 什么的能不能过 真上路是考验 因为车很多 路况很复杂 又有自行车 又有电动车 又有汽车 又有行人 你光照顾这个 能把这个信息 都处理好了 我觉得就很了不起 对对对 它真正开起来 不是那回事 后来我还有 在手机上 我还要看 刹车油门 刹车油门 完了还有车的感觉 还有到车入库呢 你考的时候是有标线 你真正到车入库 没有这些线 还得自己练 因为我们家车 扔在那儿没人开 孩子都有车 我女儿她们两辆车了 我觉得我都开了十年了 我才会在路边停 哎哟 我只会套进去 你知道吧 这路边就那种 你现在依然都停不太好 但是即使真要 我也比穆老师强 对对 比我强多了 您激励了我 我那个年轻的时候 在外地 人家给我辆车 说穆哥 他有一大操场 你开个事 我拍动作戏出来了 对吧 武侠天上飞 我这对我们来说 应该不是事 结果一开 不是那回事 开了十分钟 我下来以后 俩胳膊是酸的 紧张 转着那个方向盘 就跟转着生命似的 我特认真 我觉得我生命啊 一点不享受 我就确定 从此不学车了 结果现在很享受啊 出去吃饭什么的 都是朋友来接 他边一坐 也是好方法 但是您这个69岁 能学车 对 逼出来的 什么事就逼出来了 您会开车吗 我不会 我们家车还真不少 姑娘两台 姑爷两台 闲着我也不去开 还说了 你可别学啊 你这胆子这么大 你这出去出事 可不行学啊 不让你学 不让我学 您先看看 今天来的这两位先生 上面有他们的十个方面 您可以挑三个感兴趣的 来了解一下 年龄 身高 北京有住房吗 秦先生71岁 1米7的身高65公斤 有房 崔先生78岁 1米78身高75公斤 有房 婚姻状况 只能了解三个方面 只能这三个了 一会儿来了可以 可以再问 对 先选一个 是秦先生还是崔先生 78的吧 78岁的 哎呦 这出乎我意料 那也不让我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会不会年纪 年纪比我还轻啊 71 您的选择很重要 其实你应该是同岁吧 同岁 同岁 对啊 您是看着身高是吧 您在乎身高 哦 我在乎身高 你看 哦 现在矮个都找高的 就是你高个的碰上高 我把身高是放在第一位的 何叔 前选先生可能多 您是多高多重啊 我就是1米780 哎 1米780公斤 我们何叔是71岁 1米780人看到了 也有房子 你看身体状况 已经体现出来了 人家不一定看着我 您可以先挑我 是吧 那我挑挑呗 您先说说 这两位准备跟谁沟通一下 依然是78吗 对 崔先生 没有照片了 有照片 但您没选 所以您没选 哎呀我不知道 只能选三项 现在呢 就得从二选一 先挑一个 选上来看看吧 71的那就看看吧 你们都说71的 又改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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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条个小一点的 71的身高稍微矮一些 哦 身高 那看看吧 78的挺 这个差8公分的 那个我们不看了 那就78的吧 78的 太多了 哈哈哈 78的挺好 形象也挺好 不是 何树这有私心 对不对 何树你看我都站起来 何树是这么想的 你要把那71的选上来吧 就我跟他同岁 身高一样 我还比他还稍重点 胜负难料 胜负难料 如果选这78的呢 何树是不是行求谱 这事啊 您这小心机被我们看出来了 你要遇着糊涂人了 挺不容易的 哦 真的 他能跟你说的无敌自重 其实我心里边没那么想啊 何树 您别往心里去啊 这话不是我说的啊 是霍明亮说的啊 我可没这么想过 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我们何树说了 啊 你怎么选的78的呢 太让我惊讶了 你不是要找年轻的吗 然后等你选的好吧 我选71的 我跟你说我们都看了 78那也不错 78的也不错 我推荐您78的 那行 听您的 请募参考啊 这就听上了啊 你就看看吧 来回一换 来回一换 挺有意思 要是您您就不换是吧 上来您就直接认定 那我直接我不选1米70的 行 不一定那什么 看看对不对眼呗 这缘分的事情 那我们就把镜头 接到南观察室 我们让崔先生上来 你看多精神 真的挺精神的 这叔叔气质挺好的啊 哎呦 领导 小手一辈啊 你不知道这个老亲 老婆不得开车是吧 呦 你看这优势吧 凑强吧 78岁大概率不会开车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何叔开车43年 开车技术老好了 可以这个直接开车 游遍祖国大豪河山 我隆重再说一点 爱旅游吗 爱旅游吗 呃 不爱吧 反正今天以前不爱 哎呦 何叔 没发现我们何叔真棒 是不是 是吧 来了啊 说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慢点走啊 没事 没事 太多了 哎 哎呦 真高啊你啊 一米七八 哎呦 好 来来来 那个 你是坐这边来 好 我坐这边 好 你坐那边 嗯 您别说 您这个中气十足呀 哈哈 这说话底气可足了 这身体好 接下来按照惯例啊 咱们先聊五分钟 好 然后咱们再谈谈您个人的经历 嗯 五分钟 五分钟 您 明白 我问你啊 您那个婚姻状况是怎么回事 老伴去年去世了 去年走的 嗯 您在哪住啊 我现在在广区门这儿 广区门这儿 原来东宝学院是公司分的房 最后一次 福利分房 是哪个单位的退休的 中信 哦 几个孩子 一个 儿子还是女 儿子 这很大了 四十九了 哦 他也央起的 老伴什么病啊 脑梗 哦 二十天 二十天就没了 嗯 哎哟 真是 您身体还好吗 哎呀 没毛病 干活早 十五岁就参加工作了 哦 干了四十五年 行 他说话很清晰明了 三四分钟 简洁 你喜欢旅游吗 看方便极的 是吗 会开车吗 不会 哦 就是不会开车 就喜欢出去玩 嗯 还有什么爱好 多干活 我跟店打一辈子交道 就喜欢在店上做增长的 哦 行 好了 嗯 大概四五分 三四分钟 也就这样 两三分钟 你们啊 这个自己都把时间都算好了 都了解我们这个流程了 一般我们都说 哎 聊了多长时间呀 我们姐姐说 嗯 三四分钟 嗯 叔叔也觉得三四分钟 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 没有 嗯 你们俩聊了连两分钟都不到 一分三十秒 也就这样了 嗯 但其实我觉得聊的还行 何叔你觉得他们聊怎么样啊 聊的比较 比较简单 嗯 嗯 而且非常坦诚 对 嗯 嗯 嗯 其实就那么点事是吧 对 我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不啰嗦 不觉得话太少吗 那姐姐 我不觉得我说话一般也是这样 两位专家老师 我们虽然聊的时间短 但就我们聊的怎么样 我觉得质量很高 嗯 第一呢 大哥是头脑清晰 嗯 口齿清楚 嗯 声音有力 嗯 一看是做过做领导的 不不不不 真的您有那个大气场 嗯 听你们聊天很很舒服 截然不同的感觉 聊到我在旁边感觉很尴尬 嗯 这个其实没聊到一块 嗯 这个没聊到一块的 这话是没搭上 你看这聊天啊 要是搭上的话啊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这说的很热呢 嗯 二位的这个说话呢 是按照公式说 您问问我 问什么 然后反过来 你再问问我 嗯 其实问着问着吧 好像也没什么好问的了 嗯 然后就尬在这 嗯 这个尬在这 但是呢 其实是这样女士啊 您也别多想 我觉得男士呢 倒并不一定就是说 跟您没有看上 他有可能的是 他的工作 或者日常的生活习惯 习惯性的 是采用这种后置性 哎 所以呢 这个没有特别热情的 但是从总体来讲 刚才这个话 刚才这个节奏当中 没有搭搁上 但是 我是觉得你们俩人 其实可以在尝试的 往深入里来了解 了解 哪有这个 聊的就一见面 一定就聊的好的 对吧 人家是礼貌 嗯 首先第一次接触的礼尚望 对 大家还都是 哎 是啊 要不要留下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生 听听我们助力团的 两位朋友的意见 通过这个现场看了 这位先生呢 就是从谈话呀 修养方面 性格方面 他真挺好的 我建议你 你俩接触一下 嗯 人与人之间应该了解 不了解的话 凭一时的 什么有可能错过 嗯 我觉得还是应该了解了解 嗯 我也觉得该了解了解 说不挺好 了解一下吧 真的是 那这样咱们坐到旁边去 嗯 啊 咱们来了解一下先生的故事 你要了解什么 您四边问 哈哈 说一说吧 那你要问什么呢 得有个目标啊 先说哎 他们俩坐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搭的 搭的 是吧 还是办搭的 真的是 居家过热的 是吧 好手 这位先生 咱们正式的认识一下 叔叔 嗯 崔金九 78岁 北京户籍 丧武中信集团 职工退休 对 嗯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崔叔叔啊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 原来身体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单位技术大拿 爱人突然离世 未来生活规划 嗯 这一看叔叔就是在某一方面上 应该是很厉害的啊 您是哪方面的技术大拿 您刚才说是跟店打了一辈子交道 对 跟店打了一辈子交道 但您刚才跟我讲 您十几岁就工作了 对 十五岁有学校走的 那时候咱们国家 特别需要这些年轻人去 去去做啊 非常缺人 这我知道 那会儿你直接去做什么工作了 也是店啊 扛电杆子 哎呀 很苦的 就那个时候 按电杆杆子这事 对对对 很苦的 哎呀 那不都在街道上都算是 城市里算是好的条件了吧 对 相当好的工作了 那后来您是 怎么到了中信了 先呢 是到中信呢 他有个印刷厂 他的印刷设备都得过的 电机化的都是我们给修 后来印刷厂 老板一走 容易人一走 就撤了 撤了之后呢 正好我技术好 就掉到行政处了 行政处有个电器科 哦 还是跟电有关 对 一直就搞电 那到那儿您去要负责什么呢 也是就是我们楼里的电梯电 全管 哦 电梯的电 对 电梯各种电器 供水的供电的全管 还真是 电哪都需要 是不是 哪怕就我们要弄个热水器接个电 也是跟电离不开的 嗯 那您这技术大拿 那可厉害了 是吧 谈不上 就当时您那个楼里是不是很多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在找您呢 对啊 有一次夜里十二点了 公司给我打电话 那那楼里没水了 爬到楼底把线换了 不是 夜里 不是没水了怎么跟电 那当然了 它靠电控上去 泵抽不上 都是哎 对对对 那后来是要爬到哪去怎么修 爬封底啊 哎呀那箭头我知道 那时间长一点了 修了 哎不通了 哎 把线卡着单紧接好 马上就好了 那还需要您呢 那这不是一个 都清楚啊 哦 这也是干的多了 见的多了 哎呦 我干不了这 我跟你说 我一看那电线 要是都搅在一起 哎呀烦死了 全都见掉 它得了 重来一遍 那就要花钱了 那应该是怎么 就一个一个去捋吗 不 它都有电路的 你就拿表找就可以了 那也得一个一个的来 哪不通了换上就可以了 对 它也是一点 你看跟这电线 这儿不通了 你看这脚 重新接 不就行了 那您怎么都知道 哪段是坏了 哎 拿表一量就知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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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的 哦 哦 这样的 说你看笑的 像你会似的 这都基本知识 肯定比你小 嗯 最起码那线头 长一块以后 我怎么也得拆一半 拆不下来 我才能把它剪了 叫你这 上去就剪 你跟我差别的水平 对 那一堆线 现在都想的是粗线 那一堆细线 你看看 绝对的烦了 所以您一定平常 脾气特别好 特别有耐心的一个人 就是 耐心的 就是 我脾气特别好 原来我在 原来单位 哎呀 姑娘小伙 都乐意跟我一起干活 嗯 所以你看 让您留下来挺好的吧 您说这个过日子在一起 这脾气就真的可重要了 哪怕我们说什么电线都不会修 脾气好这一点儿都行 嗯 这位先生真的 十一好脾气 他比我强 那最后退休的时候 你们那是有职称 还是有职务啊 我就是一个工人 啊 技工退的 技级呀 在分这个 不是高级 不是高级 啊 七级 七级 七级很高啊 最高是八级 所以我们说退休金就很高 嗯 啊 是应该是过万的 对吧 嗯 工人能拿到一万多 是很厉害的 还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技术 在这儿 对 我跟你说 我是一碰到电呀 我就害怕 那我们家那灯灭了 我媳妇说 你把灯泡换了 嗯 我把那灯摘下来 那线我就不敢动了 因为不懂 你碰它容易哈 那您知道 要先关了灯再换灯 不是 完了我说 我说你赶紧叫物业 让人电工来弄 嗯 我媳妇轻蔑地看了 我出去 一会再回来 人家自个儿换好了 嗯 我是真怕 你看我这回儿子 给我租这房 啊 为什么呢 他说这儿照顾方便一点 嗯 就搬到他这楼 原来一个老太太住 哎呀 那屋里拉得乱去吧 全是我改的 哎 您这事您还帮忙呢 嗯 嗯 你住你就要像样嘛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 我们说是技术上的大麻啊 第二个关键词 说老伴突然离世 对 主要是我不懂 老伴呢 去年7月 7月24号 哎 他每天爱看电视 因为我们两个房间 我打呼噜 嗯 吵着 我在这边 他在这边 完了第二天早晨呢 我一看他没起 我给他把早点什么都预备好了 我说他要多睡一会儿呢 嗯 我说我上牛街 买点肉什么烂七八糟去吧 买点牛肉羊肉的 我就走了 我都走了也没在意 回他一看还没起 再说话就不会了 啊 我赶紧给儿子打电话 我赶紧给儿子打电话 儿子呢 开车就过来了 过来一看也是不行 赶紧给那个120打了个电话 120呢 问我去哪儿 我说上协和吧 到那儿一检查 说我协和未必做得了 时间太长了 又上宣伍 这又折腾了多半天 接近一天了 都到晚上五六点了 完了到宣伍 人人那儿就等着我们呢 赶紧一检查 说需要做手术试试 当时 完了最后呢 拉到那个手术试去 做手术 完了人就下来 说他老动 做不了手术 后来跟我们商量 我们说全麻烦 把手术还是做不了 说时间太长了 痛不开了 说你们思想准备这点吧 就拉到那个 那什么呢 ICO了 夜了也走 两三点了 最后耗了二十天 也就过了 这人老了 真是 什么时候倒下不知道 所以其实从那天早晨 你又没跟他 再说过一句话 对 心里挺难接受的 对啊 你像我们俩生活五十多年 关系也相当好 漂亮 甭提多漂亮 甭提多漂亮 那他这本也难找 要是难看他也不能干 那脾气好吗 好 你想照顾我 逢风补补 什么洗洗涮涮 不家里都您做饭吗 就是我管做饭呢 要衣服脏了 都是他洗 换什么衣服都给我准备好 所以两个人相伴五十年 五十多年 金婚了 五十多年 真的是 这一辈子 所有人生的经历 都是身边这个人 一起陪伴着走过来的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你一天 老伴到时候我们一看 眼睛也没闭 嘴也没闭 就是想看我 是 像你们俩都是 身体还都很好 另外一半都已经 不在这世上 哎呀 也是挺伤感 他还 他还突然走的呢 更受不了 是 我这还都有六年多的 思想准备 但随于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们这样的节目 挺有意义的 来到选择 去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 非常积极的人生的态度 天天家里就业 少爷每年要走十个月 全国各地 他要查呀 他要查 这刚又猪海回来 下礼拜我还不知他上哪 你儿子 儿子 那没有孙子 没有没有 他们两个没孩子 那可不就一人没 对 他们不要孩子 他们 那我也没问过 你问也不好 催也不好 对 所以咱甭惦记他们了 他们生不生孩子 也不好说 对 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是不是 你看您身体那么好 我身体特别好 对 哪都没毛病 就肺底下有一个小九九 每年上学 那个肺病医院 所有一点病便没有 都是体检出来的 你看您说话 这底气吧 身体肯定强 是吧 您对未来的规划 我看以后有一些考量 这怎么想 就想找一个 规规矩矩 北京附近的 北京最好 天津我也很喜欢 今天春天 到天津我玩了好长时间 比如天津人 也好到也好玩 就想找一北京周边 有房 工资搞得有 无所谓 知道新增人 就得 就这么简单 那我觉得我们旁边的姐姐 应该就挺合适的 您的 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还行 是吧 原来是护士 然后这个家里也是干干净 对 这事不得问问 你每天洗脸 刷牙 洗脚吗 我这冬天两天洗脚 天天两边刷牙 那肯定的 嗯 行不 这个牙掉了 让我这礼拜天 这下午去 种完了 就想试那个牙去 嗯 这是您喜欢的类型啊 我喜欢这样类型 本来在年龄上 您想找多大的呀 找七十多岁的 不要太小的 嗯 他找七十多岁 我还不够了 我年龄还不够你 哈哈哈哈 我们还有两位陪选团啊 灯红姐是 六十五先生 太小了 嗯 那个中姐 六十七 嗯 你要愿意还可以谈谈 不愿意就算了 中姐 小点 小十一岁 接近十一岁 我刚过生了 哦哦哦 还君子 熟鸡的 熟鸡的 嗯 您这说的我老忘了 您七十八了 嗯 您知道吗 嗯 我说六十七不跟你挺合适 我老板您想这七十一 你知道吗 就您的状态 因为很年轻 对吧 就没有老态 对 我们看着是一个岁数在这儿的一个先生 但是没有老态 嗯 嗯 钟姐您会在意大这么多吗 有点介意 有点介意 嗯 岁数大一点 因为如果年轻可以 嗯 这老了吧 就是以后的日子 对 嗯 嗯 是不是 嗯 而且钟姐在新加坡 好多时候她要回新加坡 那那太不方便了 嗯 一日以后就留在北京 找老伴就不走了 对 就不走了 行 有一个合适的人 真她在哪儿 哪儿都是家 是不是啊 邓宏姐 嗯 嗯 行 那问问我们女士的意见 因为你是刚才对我们何叔 觉得印象也不错 啊 啊 你是愿意跟我们先生 在做一个深入的沟通呢 还是说选择何先生 随便 我无所谓 看看吧 看看吧 也不错 嗯 来两位张家老师给点意见 好不好 我也挺纠结的 说实话 我就站在姐这个角度想 两位呢 都很优秀 但方面不同 何大哥呢 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有热度 也有力量 嗯 这位大哥呢 他是属于这种 风轻云淡 但他讲话 那个柔软 温暖 啊 就看您是喜欢外在一点的 还是内敛一点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一定是在 找老伴不是找最好的 而是找那个最合拍的 因为生活到这个年龄以后啊 我们生活的节奏 和我们未来 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愿望 非常的重要 刚才这个女士呢 也上来以后就说到 自己呢 在之前啊 这些年啊 也一直呢 喜欢旅游 而没有走出去 而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 对自己的这个规划 就是失败远方 要看看 打好和善 对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 叫生活的愿望 需要在这个拍子上 能够和上拍 而在这个拍子上 和上拍呢 这个可能显然 可能和先生呢 要跟您更加的合拍一些 但是确实是 您身边的坐的这位先生啊 我跟他说 非常的优秀 只是说呢 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跟他 我最早的说的 不一定是要找那最好的 而是找那最合拍的 只要看对眼了 啥都行的 我是这么样 我是跟着感觉走的 是的 其实就我老说啊 小事用脑 大事用心 就心里那种感受 是最真实的 没有说用脑说我爱你 都是心说我爱你 对吧 这个感觉非常重要 感觉不太行 那凑复吧 凑复绝对不行 不能凑复 我是这样想的 聊了这么久啊 接下来就问问您的态度了 是要跟我们叔叔 在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还是说挑场上的何先生啊 或者是范先生 到台下做沟通呢 不然就何先生吗 何先生 哦 有 我特别敢 刚才何先生那个表情 大家给大家学一下 啊 很意外的样子 是不是 实习场心里 想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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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故作正常 行 那既然做了决定 我们就跟何先生 到台下去再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希望你们俩有好消息 好不好 好 来和叔 你几月份的 你52年几月份的 我肯定比您小 你大龙吧 对 12月几号的 没12月 10月份 我12月份的 那我比您大两月 大几个月对 几个月 大两月 我12月8号的 我刚刚满71 正好 正好大两月一天 你谁9号 对 那您在择偶上 年龄考虑 您是想 年龄不是问题 他可能想找个小的 对于我来讲 我平时不找一小的 可能 就怕您想找小的 你怕你不成 越来越老 年纪就肯定闲老了 您觉得我们这先生 还是可以 他不聊性格脾气 还不了解 就只能单方面情况了解一下 单方面情况 性格怎么样 不知道 完了 还得进一步了解 还得进一步 是吧 不是说当时就能定 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士 叔叔 咱们来看一看 她的基本情况 方女士 现在有她的十个方面 就您感兴趣的挑三个方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住房 住房 婚姻 年龄 方女士68岁 离异 吉林有房 叔叔 为什么对房子这个事 您是挺在意的 怕将来 还得有个房子 是不是 对 您现在的房子 是您名下的 是吗 是老伴名下 就比方说 以后有老伴 房子是能住到您那吗 还是说 太行了 住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那么大房 那么多 是几句式 两句 多大呀 113 我天哪 100多瓶子 两句式 那很宽敞 特别宽敞 我那厅 就50多米 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 租的那边 我才租的这边 为了一孩子进 对 他在2号楼 我在3号楼 就接一院 都是十层 这样这个照顾起来 也是比较方便 就是能聊聊天 说说 谈谈工作 谈谈生活 那以后是 有了老伴 是回到原来的房子 原来 您都 还有三个月 到3月底就结束了 就能收回来了 是吧 您的意思 如果找到未来老伴 咱们就回去住 对 行 再往后的情况 我觉得就两个人 以后再商量 是不是 对 行 那这位女婿 咱要不要见一下 人家这么小 未必同意吧 您可以选择 先见见吧 68岁 好 对不是 差10岁的年龄 您看这位女婿 像是会过日子的人 富泰 长得很富泰 高兴 对 笑呵呵的 是 很喜削 对 您的第一感觉怎么样 行 挺好 挺好 你好 江源老师您好 你好 先生您好 来 说 您坐我这边来 要改变了 对 改变了 我看您刚才穿的挺厚的 这下边冷 咱这块不冷 这北京是零下十几度的天 您是从哪来 从吉林市来 从吉林来 你们那零下多少度 同两天20度 后来我穿什么呀 15度 零下20度 穿这套就可以了 就够了 那底下得穿多厚的棉鞋啊 就穿这个就行了 需要穿棉裤吗 棉裤 需要穿棉裤 两条薄棉裤 或者一条厚棉裤都可以 所以到北京来 零下这十五六度 应该也还算可以 是吧 能接受 还算适应 因为我那个地方 鼻子还冷 我去不了吉林 他就 他在那儿 有别墅 我也去不了 我怕冷 不用您去呀 他过来呀 他过来 他过来 我都不想在北京待着 我跟你说实话 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跟先生聊一聊 好不好 行 可以的 说 那咱俩看看谁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呀 这块 行 我一个女儿 已经结婚了 在经济方面呢 我们各自独立 谁也不需要补贴谁 我有一处 一百多平的商品房 我没有债务 也没有任何负担 我也没有 我也是 公司最后福利分房 分一套房 也一百多米 就在东北学院 底下就是国美 原来的国美增长 我也没有债务 我就是人家该我签的 该那没事 人家不还也没事 咱也够生活 我会做很多种面食 我喜欢吃面食 然后我吧 还学了计算机 就是说家里的 比如说灯不着了 玉霸灭了 说这些东西 我自己上网就可以学习 然后线下就完成了 不需要求人 有很多方面 我都可以自己完成 真好 就是这样 然后我呢 比较喜欢唱歌啊 弹琴啊 和打乒乓球啊 我在中学时代吧 就是说我们班的文伟 我比较活跃 但是我还是吃家型的 我不愿意出去 跳什么广场舞之类 这些我不出去 还有这五分钟 得快点说 还有我还会做 那个服装裁剪 也是在网上学的 比如说尤其是裤子 要是体型 就不符合自己 那穿着是很不好看 然后可以自己做 两体裁衣就可以 肯定这位 你是看上这位先生了 还有什么您问吧 没什么想法 我也一个孩子 我孩子没孩子 孩子没孩子 对 丁可 丁可 那为什么丁可 他们不想要吧 他主要忙 他养起的 一年到处飞 刚有猪海回来 他要检查工作 看一看 我也很简单 老伴一走呢 就我一人 没事看看联视啊 动一动看看花啊 就这些事 养云养花 鱼没有 就有点花也是过去的 就没让它死 就带过来了 我也喜欢养鱼养花 那好 另外我家吧 也比较干燥嘛 我去过基地 去过是吧 我出差去过 其实比这冷不了很多 冷不了很多 但是如果我要是 帮你在这边嘛 我就可以到这边 我孩子不牵扯我 他同意我再婚 走哪都行 我选择对象 不选择这个 居住地 我就好像我在台上 我看还有很多嘉宾 选择居住地 我就好像很不理解 为什么选择居住地呢 居住地 那你说 两个人到一起 愿在哪住在哪住 不要选择 又不是成田 非得回到孩子身边 这个居住地 我不做任何 那个什么选择 在哪都写 天南海北 只要这个人好 我就是跟着我的感觉走 这个人好 上哪去都行 我听您说 您要选择北京周边的 我离得比较远 我是基林市的 如果我在 不是在您的 选择范围内的话 我就不问很多了 要是您说 可以是再改变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 再继续多聊几句 我这人很 值 对我也值 我觉得你们俩聊的 还是挺好 是吧 是吧 您觉得聊了多久了 有三分钟 你看 才三分钟 您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三分钟 四分钟了 您是觉得 对我们书印象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在楼下 在那个下边看 就觉得 他这个谈吐 很符合我的这个观念 那您对年龄 他说话很 表达很清晰 很简练 对 一看大姐也是爽快人 对 是吧 所以现在就要看 先生的态度 如果他愿意 咱们就可以 如果不行 那年龄 您会考虑吗 年龄 我也在下面 也看到了 比我大十岁 是 我要求的是 年龄接近一点 但是说 他的各方面条件 只差在这一方面的话 可以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 要不要我们 叔叔留下来 来了解一下 我支持留下 因为这个女士 一看就是敞亮 就这样沟通起来 特别的顺畅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是个大问题 对 我很赞上 他顺畅的话 你就是做朋友 都觉得有温度 对 人家不顺畅 再好的条件 都没用 非常赞成 我觉得老先生 您哪都好 现在就家里 得缺一个人 这人能做两件事 就非常的重要 一 能帮老先生 把那家里边 得打理打理 别人看老先生 是个利索人 家里的吃穿住行用 还得有人帮他操操心 这是第一 第二 得有一个性格开朗的人 性格开朗的人 得带着老先生 咱们一起在这社会当中 开开心心 乐乐呵呵的 老先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但是他其实内心很开心的 只是外表上您看得很严肃 其实是一个内心需要这种 欢乐和开心 而且到了这个年龄 我们大家都需要 这两条 我觉得女士 老先生都具备 心灵手巧 性格开朗 所以我觉得二位 非常有必要 继续了解 我跟你讲 心灵手巧这事儿 这还没展开朗呢 朗了肯定吓你一跳 叔叔要不要坐下来 了解了解 可以 可以 好 那咱们坐在那边 那是游戏 那现在从口了 就说没有 有可能 我觉得我们叔 旁边坐谁 其实都挺搭的 那个感觉 有没有啊 还有那个君子兰吗 有啊 我养的就是君子兰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同事们让我给买君子兰苗 给我两块 干我两块钱一颗 男人最后 一看都 哎呀都那么贵 也没事 那个小不好养 大了好养 君子兰啊 君子兰是吉林产的 对对对 现在一颗也得一百多 也得一百多 就是已经养好的那种 对对对 您是会养花吗 可以开花了 可以开花了 您加两颗 我还有两颗杜鹃花 杜鹃花 就是春夏秋冬都开花 对 我们家里头也曾经养过 但是呢 后来我冬天我老上南方去 冬天一走 那花回来就完了 带不走 不在乎我比你大十岁 这个我 在你面前 就是喜欢它的这种谈吐 这种气质 好像我这个先 先撂一边吧 因为我们说喜欢这个类型的 我喜欢这种类型的 来吧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啊 我们的二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方兴源 68岁 吉林户籍 企业劳资源退休 那我们方姐姐是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我们进入原来室女环节 我们来给你看看 利不利了 全能女人 能用全能这俩字 就很牛啊 还爱好文艺 全家还给做工作 过去问问 到底给做什么样的工作 刚才说这个全能啊 那可真是 就没有一样不行的 过了日子 确实我没有不行的 先说做饭 刚才说您会做面食 面食 都会做什么呀 包子 饺子 面条 馒头 麻花 月饼 酥饼 面包 火 菜饼 馅饼 多了 刚才跟她说那个什么 麻花 麻花能啊 麻花其实也不很费事 也不复杂 也不复杂 那月饼可复杂吧 月饼也不复杂 可以好了 这样不复杂 您二位想理解一下 对 这个复不复杂的 分跟谁说 对他来说吧 这事啊 已经天大的复杂了 他平常吃月饼 带包装 他都觉得这事很复杂 我要做 说你也会做吗 我也能听 你又会做呀 你像每年的 到那什么 包粽子 什么 全是我家里的事 你还会包粽子吗 对 哎呀 我包的还很好看 对 我觉得就是 其实馋馋馋馋的 几脚子 包粽子 哎呀 基本家里这些活都是我 我很少做饭 我开饭馆的时候 干过几天 我就干饭了 后来我就找厨师了 你为什么要会这么多呀 您是 我在食堂待过三年 在食堂待过三年 哦 您是以前来过 我以前来过啊 那次选择时候 那男士吧 都是 一米七二以下的 我觉得 我弟弟 他都一米八十四 他女儿都一米七十九 你说我要选个太矮的 在一起不好看 我就觉得 那儿想 我家都高个 要是都跟我差不多 其实我跟您说啊 这不在哪个 您看 我夫人 一米六九 我岳母 一米七三 还是七四 我岳父得有一米八七八八那颗 你 那你特别优秀 应该 我就这么高 我就不说了 所以我觉得身高哪都不是事 你除了身高 别的地方都非常优秀啊 哎呀 盖过了 对不对 这就说这爱情 人都有短的一方面 是不是 哪儿短呀 你长得多呀 你说的是个儿短吧 短吧 我们阿姨可说了 你除了个儿 有啊 就只有个儿 哦 天哪哪哪 哦 不是只有个儿 哎对 哎 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对 其他方面都搞我 对不对 不 不 阿姨这个 咱又不是做月饼上桌 说 说 先听我讲 我女儿支持我 哦 说 说 他们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 我不是哨子 我女儿两个孩子 我一个 他们什么工作 他们什么工作呀 一个在保险公司 一个在旅游公司 啊 叔叔都不理我了 可是你 说你 我帮您问 你别着急 是 好 对 听你的 叔叔恨不得就说 闺女要同意 咱们就走吧 嗯 是不是 还得继续落 还有时间 对 再落会 再落会 我们也想跟您落会 跟你们俩落会 好 是不是 对 我刚说哪儿了 个头 对 主要说到这个 活泌量升高 这个个头的问题 对吧 个儿短 短 对 刚才我是一个口误 抓着我的滑瓶 我们挺开心的 我们都引以为傲 哎呦 那天儿你们都怼我 我在想 您让您上次牵手 那个 这又不是月饼 要上桌 矮点就矮点呗 又不当饭 那其他方面都非常强 就光矮点 但是不能太矮 还是撞回来 所以人家阿姨的意思就是说 你即使再优秀 或明天啊 太矮了 不行 我幸亏啊 早早的结了婚了 要不就上手里了 不是那些人了 这一说又得在那边 谁都不能使人了 说您多高 我一米七八 这行不 一米七八 七八七七的 在这岁数上 还能一米七八抽个完了 还一米七八 可以吧 主要身高还行 是不是 主要身高很 而且长得还挺帅的 是不是 而那个 你看到那个技术了吗 技术大拿 家里垫的东西 从那一看就知道了 厉害的 高级技师 对 你们两人要到一起去 您这全能 您看刚才说的 包个饺子 月饼 油条什么 您都会 做饭没问题 别的呢 别的什么也都没有问题 我家那一挖坏了 还是我自己按的 整流器 和那LED呢 我自己按的 上网 对 我会学过计算机吗 我就不会的东西 我全上网上找 找完之后 我就在底下操作 然后就完成了 我没有完不成的 能看明白吗 能 不是他这接哪 真的 挺难的呢 你看视频 您看视频 他那个视频上都写 你看看这个弯是这样的 你看弯 我不是上下水坏了 我自己换的水龙头 然后告诉你这么接 那么接 哪个不接 他就有照片 就这样接 就接上了吗 阿姨啊 虽然我觉得您是全能的 但我觉得有一方面 您肯定还是 得缺 有人给帮您 就电这方面 您肯定不理 那肯定比我强多了 那对吧 我是现学现卖 我这回做完 下回再坏了 我还得学要看 忘了 上回就忘了 再学 以后这个就不用学了 学啥呀 旁边有人都会 都行 还学啥 只要跟电有关的 老崔 给我把这个安上 那个 光弄上 你看是不是 以后就 您就不用自己 再看着那个了 我觉得他俩挺好的 挺合适的 等于是电的东西 你也行 是不是 那别的呢 还有呢 说交个水电煤气 这种事 对 交费 不用上营业厅 不用到银行了 花钱不如上银行 都有手机APP 买票 也都APP 手机APP 这次来就自己 从APP上买的 火车票吗 对 就不需要孩子帮忙 不需要 叔叔您那个 去教煤电水器的 您都叫 都是少爷 我什么都不管 那您会吗 我不会 家里缺少够女管 这些钱的事 我都不管 我就管花钱 工资卡还在您手里吧 未来在谁手里 谁拿都可以 这不反对 我也是 放的 小事自己做主 大事两个一商量 你看看多完美啊 是不是 那这过去的还有啥 没啥了呀 没啥了 真是没啥了 是吧 这这不都全涵盖了 怪不得我们全能女人 什么都行 有生活中能难倒您的事呢 好像是没有 我的记忆里没有 我们范先生又不满了 您应该出一个 您应该出一个吧 那个我就说 你说话说的够满的 没有那个男的 日子就是一天天过来的 没在那块 不在哪个地方绊住了 没绊住就是 就是没有吧 那绊住了过不去了 我需要求人了 那就是有 我们何叔回来了 好 聊得怎么样 我也先看看您这笑容 看聊得不错呀 是不是 咱们得报喜嘛 哦 我们刚才刚发现了一位 全能的女士 真的做什么都会 跟和平要聊聊了 和平也是大拿 然后这里头 我们女士不光是 我们姐姐不光是全能 家里的这条事 你看人家爱好文艺 我这个来之前 还先学了一首歌 邓丽君的 你可知道我爱谁 我们给点掌声 掌声 对啊 当然不一定好 你可知道我爱谁 心上人是那一位 比你温柔一千倍 比他可爱一万倍 一点也不虚伪 受到了床上不流泪 爱的路上不徘徊 像极流众的夜 永远不起内 真叫人敬佩 哎呀 真不错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坐不坐 我喜欢老歌 现在的歌不太会唱 叔叔啊 唱得怎么样啊 挺好 我家有一套好音响 老放家里 哦 你说我自己 你让听听歌 看看电视 活动活动 就这些事 你看这以后 要家里有个人 您那音响放着 旁边老伙人跟着唱着 多有声气啊 是不是 多好呀 热的 现场 对 对吧 没事还说一句 山上的朋友 你们好吗 好呀 山上的朋友 我家这边的孩子们 都弹钢琴 墙都能听见 可是墙都能听见 你说还会弹电子琴呢 是不是 电子钢琴 我们家也方便 儿媳妇那就有 也没人谈 所以你看 这一想想 这日子过得 还是挺美的 对这个夕阳红 我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先生 应该是吸盐 怎么了 我觉得有烟味 吸盐不行了 真是挺抱歉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记 我不能 一点烟味都不行吗 我觉得我闻不了烟味 他吸盐 这个老先生 您会建议吸盐吗 我建议 我不愿意吸盐的 对方吸盐也不可以 不可以 你看吧 再优秀 这缺点你看就出来了 是吧 说一天抽几根 五六根 一盒盐抽三四天 抽的时间也长 原来老伴我也不训他 我抽盐都楼上 不让人提起 就在你年轻时候就已经被培养出来了 不在家里抽 对 我们在家里抽也都是油盐机 可没地位了 对 自己都快贴在油盐机上了吧 他一点都不想到的 但你怕影响家人 对对对 抽油盐机 没错没错 做一份工作 楼道 像这老师说的抽油盐机 这我都干过 干嘛影响人家 让人提一件的 那来我们电视台录节目怎么办呢 忍着吧 还能忍住是不是 那还行 完全行 喝点酒可以 但先不行了 我们老伴那时候都给我 上迪安门诊给我挂号号 也没记得 时间太长了 我抽了接近四十多年了吧 像这种我们怼在抽油盐机上 或我们在楼道里 离离远点不行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是怎么回事 怎么着是 是您之前的婚姻当中 您前夫是抽烟吗 结婚时候不抽 结婚以后 我说婚前不抽 你现在怎么抽呢 他说 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 那不一样啊 结婚之前不会 不等于结婚之后就不会啊 他抽得很凶啊 想抽就抽 还在屋里头抽 我就觉得很过分 对啊 那一天我说抽三盒 那一天抽三根 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我记烟记了十多年了 偶尔有时候 参加同学聚会 在包厢里头 没办法 人家大家都抽 你要不抽吧 显然你不合选 哎 买包一样了 一人发一圈 就没了 回家我也就不抽了 我不是怕他影响我 主要是我考虑 他本身的健康问题 慢慢的让他一点点减少 慢慢的减少 得看人家自己的决心 或者 也得看您的引导 这个不是一定做不到 但它有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为什么这么跟您聊这个事啊 我们总觉得啊 如果因为这一点点的小事吧 两个人没有签署重工 我们大家都会感觉到很遗憾 实际上 这先生 他就是说 偶尔的抽个烟 我觉得他抽的也不多 而且这么多年 你让他一下戒掉 有相当的难度 或者说有一点 不太近人情 我是这么考虑的 而且这先生是属于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生活很有质量 也很睿智 实际上 我跟先生年龄有差距 如果说年龄相当的话 我觉得这先生应当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人选 您是不太会在乎 这一天三根烟的事情 我不会在乎 因为原来我们工作环境 就是抽下里边 抽烟的有个事 但是就是说 这先生不是说的 像那个酗酒啊什么 他不在这之内 他偶尔的抽一个蜻蜓点水 我觉得无声大哑 其实要真正要感情好的话 能接受吸烟的 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两个人感情 感情在这摆着呢 那他原来 这个先生老伴原来 他不是吸烟老伴 跟他过了一辈子呢 那就是还是感情摆着那 比如说喝酒 谁都知道喝酒不好 但是你要说饭桌上 没有这小酒 小酒一情嘛 就没有这个情绪 没有这个气氛 所以好多事 我觉得不可责求 是 没错 这点是特别有道理的 适度很重要 估计是算了 要不然挺有 他俩挺有面向的 那就再互相了解了解吧 我还是上回也是听专家说 你见见谁 那我就见见谁 人家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是啊 我看这个第三个关键词 说全家都劝您 劝的是什么呀 劝的是 就是说不是女儿吗 人家不喜欢女儿吗 离婚的原因也是在这儿嘛 不喜欢女儿 这就是一家人 像他们家都是那样想的 没有男孩又是怎么怎么的 那小时候都包着呢嘛 我就睡着做梦来呀 谁给我换了 怎么打开来看是个男孩呀 我哭把你哭醒了 一看我女儿就在旁边呢 我就喜欢女孩 还有女孩小棉袄 那跟您提出要再生一个吗 要再生一个 要再生一个 我是坚决不同意 认为吧 我们那时候吧 要是再生一个的话 一定会给你开除 不让你上班了 就没有工作了 他说吧 没有工作我养你 我说不用你养我 我的人生不是就是生孩子 不用你养我 我也不生第二 我不为国家政策 那当时在这个家里怎么生活呀 他不回来就不回来 我不找他 他从什么时候就不回来了呀 生完孩子以后 就是我自己背着孩子去上班 下班之后他也不回来 我自己做饭 那没有人伺候月子当成谁呀 伺候月子没人 我自己 那公公婆婆呢 公公婆婆 她婆婆也不伺候 她就是给我煮 一天煮三个鸡蛋 就三变鸡蛋 早上起来给你煮 问我你吃两个呀 还是吃三个呀 我说两个 她就煮两个 说三个就煮三个 晚上中午也是 晚上也是 就是给你煮鸡蛋 还给你关一湖水 你好用那个湖的水泡一泡鸡蛋 你要是凉了 有时候孩子哭 我得自己抱着呀 再给他喂奶 再抱着他不哭了 这个鸡蛋就凉了 凉了我就再倒暖和水 再烫一烫吃了 所以做月子 您就光吃个煮鸡蛋 就吃煮鸡蛋 什么都没有 给杀了一只鸡 说那个没有奶了 说喝鸡蛋 这也没喝下来 那上火呀 你那生个女儿 人家一家人不高兴 这上火也没有奶 那你前夫当时 不照顾你月子吗 一天也没照顾 他干嘛呀 在他母亲那个屋 他说我要是过来 影响你们休息 影响你和孩子休息 不借口吗 他也不过来 婆婆也不过来 怕影响你休息 这话多好听啊说的 那那会尿戒子怎么办 谁洗啊 自己洗 我自己洗 父母那边没有说 把你 上班呢 我母亲还在上班呢 父母都没退休 都上班 完全没有人管的状态 完全没有 婆婆年龄大 她退了 她又不管 那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以后的日子 就是我自己跟孩子在家 但是半夜 十点半左右 能回家 每天都是 我说你干啥这么晚回来 陪我父母唠了磕 他们心情不好 陪他们心情愉悦点 这不没有孙子吗 天天说呀 天天说 那您一直还跟他过着呢 那时候 那房子不像现在 哪那么多 租不着房子 你就是参加工作 十几年都分不到你房子 就在父母家边上啊 或者哪块搭个小房 什么借住啊 之类的 对那时候房子可紧张了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他就开始 晚上不回来了呀 就是一直是那样 一直是 反正都是在他爸爸那儿 他说是在他爸妈那儿 我也没跟他去看 最后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呢 在我们孩子大学毕业 接着就上班了 我们就立刻就分了 坚持这么久啊 对呀 煎熬了二十多年了 煎熬 这二十多年 你们俩都是分居的状态 回来我也不理他 他也不理我冷战 这是名存实亡 我就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 就当一个没有老公的人 那么活不就完了吗 我就这么想的 我也就这么过来 那后来的房子 您在吉林的一百多平是 是我花钱买的 我把我单位 福利分房给卖了 所以现在也有自己的房子了 有自己的房子 心情也很愉悦了 对 现在心情非常好了 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位女婿 就这样撑了二十多年 都在内心 别人看不出来 看我一天挺乐呵的 我是一个笑脸 该工作工作 该带孩子带孩子 谁也看不出来 都以为我家很和睦 我也不跟他打 不跟他吵 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什么东西坏了 我都不自己 我也不用他吗 所以成功是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逼出来的 对 逼出来的 要不然干嘛逼自己一身才华呢 他是真的 没人能帮他 他必须得自己突历 那现在两位做一个决定吧 您是跟我们叔叔一起到台下 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还是说见一下 你做深入沟通吧 决定了是吗 决定了 叔叔的意思有变化吗 可以 可以 说一说 聊一聊 你真是两个好的 因为这男的条件特别好 这女的在外地 你到了北京来多好了 是吧 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照顾 互相帮助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又不见我们的二号先生了 不见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到台下先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我们也同时把我们的二号先生请上来 好吧 好 这边啊 我家里特简单 老人都没有了 每年清明回去一趟 嗯 那个 这儿就是儿子二媳 嗯 你家里人多吗 我家里就一个女儿 不 我说你的 哥哥妹妹姐姐什么 我有一个弟弟 在深圳 那好 也不在一起 深圳我刚回来 我就怕将来好 今儿他来了 明儿他来了 麻烦 现在人都愿意清闲 我也是 我们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女生们先生 大家下午好 看你的状态真放松 来请坐 最近没出门啊 国庆七天长假的时候出席一趟 去哪儿了 上贵州 又去贵州那边了 去一趟延安 我曾经下降的地方 自下游自下游去的 延安我去过了 老知青 跟一帮老知青 还去了一趟 耿熙爸妈成肉村 哎呀 您就老爱去那儿 对那儿 我去了 曾经去了八年 现在还有点惦记 去看我在那盖的房子 还在不在 哎呀 当时为了盖那房子 我没记错 还拒绝了好多人 女士的邀愈 哎呦 当时真的 就一门金子的想把那房子 改好了 是吧 咱别的都不考虑了 给我帮忙的很多优秀的女士 都被我擦肩而过了 感觉怎么样啊 这先生 嗯 看心仪感觉 可以 我们的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 秦开元 71岁 北京户籍 婚姻是离异 个体经营 那秦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 雇什么技术 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却要命 希望你能跟上我的节奏 逆向而行 这牙疼怎么了 最近是怎么回事啊 去年12月份 从海南一回来 就不适应 到家第二天就发爆烧 那的意思是 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从那时候开始 牙就一直不好是吗 你想啊 一发高烧 免疫系统就被摧毁了 吃药啊 吃那个感冒药 免疫系统肯定受到摧残了 嗯 马上你就没有抵抗力了 那您这牙盗了多长时间了这 最起码到上个月为止 反复疼了 反复的四颗牙松动 牙周围 嗯 反复发作 今天是这颗 明天是那颗 他得去看去 吃药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 治标不治本 你牙疼什么原因引起的 你得看 所以这个牙齿的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 我觉得现在啊 大家对牙齿的理念 是有很大的变化了 嗯 你看在我们的选择 经常也会给大家说一些 我们一些活动 嗯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2752 可以来咨询一下 然后其实这个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 真的对健康影响 影响太大 极大极大的 您牙怎么样啊 还行 也补过两个 跟你医生这么看 我牙这么这么 你这牙算好的呢 你这这么大岁数了 比你差得多的是不行 我听说您这个 因为牙疼怎么着 就把自己的这个婚姻大事都耽搁了 心情特别不好 真的 没心思了就 我听说您 人说打电话都我都嫌烦 说多说两句 我立马我就烦了 真的心情特别不好 严重的影响情绪 这么影响情绪 他疼了 他老是疼 不是您那疼到是已经完全都睡不了了 真的是都快要崩溃了 您是怎么着 是不舍得吃消炎药吗 吃药还是管用的 吃药对副作用特别大 这我懂 我不打那么多意 又不吃药 也不打针 您看 我不能打针 我就 人讲话了 能吃药就不打针 能不吃药呢 你就别吃药 我相信那个 因为我在八马养生八年 所以我没打针吃药 在北京我就都快要死的人了 去到八马以后 我把药也停了 针也不打 什么都不治了 我放弃治疗了 结果我这些老毛病都好 都快死的人到八马去了 结果我这些老 什么事都快死了 但您看 我不说吗 这牙疼都把您折磨的 都已经没法谈恋爱了 对 这人都要崩溃了 那差不多有几位女士联系您 十位只多不少 你看看 谁都没跟人聊一聊 聊过 也不是没聊过 我还 就说我症状比较轻的时候 夏天 我还组织过他们聚会 一桌人 都曾经跟我联系过 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聚见 我见不过来 您稍等您是把 喜欢他的人不少了 您稍等您是把 跟您联系过的 组织到一桌 对 就是您一位男士 对 众多女士 不是有一位我的亲友团 我一朋友 一男同学 那怎么聊啊 一桌吃饭 大家以 我说了 咱们不以相亲为目的 作为普通朋友啊 我也感谢你们 对我的这个 错爱吧 这是谈恋爱吗 这交朋友 不是谈恋爱 那有没有其中聊得不错的 有 也有 但我就继续不下去了 我这就属于礼节性的 会见他们一下 就因为牙疼 对牙疼 吃也吃不好 喝也喝不好 有时候一阵一阵的 真的烦透了 头疼欲裂 神经症头疼 您吃药啊 我不喜欢吃药 你看 吃药是在晚上 我睡不着的时候吃 白蛋哪能吃药啊 他得去看去 吃药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 治标不治本 你牙疼什么原因引起的 你得看 那有没有就留下几个 后来再慢慢接着往下来 后来也有人还在继续找我聊 他说我喜欢在居的话 他们还可以再来 我怎么听说 你怎么还 后来把人都拉黑了 是什么意思 他们再找我聊 我那会儿就病情加重了 牙疼 太厉害了 我跟他们去的时候 那会儿最轻微的时候 我还能容忍 到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已经是烦得不能再烦了 要崩溃的那个迹象 我就不想跟任何人再多说了 就直接把人拉黑了 直接拉黑了 要不然那电话我接不过来 我估计就牙神经的事 找一个动物 让医生挖了以后 把药填充进去 把神经杀死以后 再给它补上 你这牙就没事了 也算是扛过来了 你们不知道先生的经历 要大约知道他的经历之后 你觉得这点事对他来说 可能扛过来是 对 你看希望你能跟上我的节奏 先生到处玩 都是自驾游 对 富爱自驾游 而且他不住酒店 不住酒店 实在找不着地方住 就住帐篷 帐篷随时带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老是有这个画面 我记得先生说是在哪 住在一个小河边 因为桥底下小河边 然后有水 然后他就把帐篷搭上了 然后住着住着 那水就涨起来了 你知道吗 是 然后火速赶快就跑 而且你知道他 刚才说他在贵州 是盖房子吗 他在山里 给自己盖个房子 然后环境当然是特别好 完了之后呢 他要回北京 那你这个山里 养了好多的鸡呀鸭呀 怎么办呀 把他们留在那 不就饿死了吗 他就把他们全装上了车 然后开这车 就把这十只鸭子 五只鸡全带回北京 对 没错 去年从海南回来 还带了五只鸡 还带回一只狗了 带回来放哪啊 现在在我们楼下呢 我楼下还有一小菜园呢 今天去大山里这个生活 你们能接受吗 要去夏天去凉快点 冬天不能去 我怕蛇 不敢去 不敢上大山 怕蛇 那您希望 对方能跟上您什么样的节奏呀 我反正不想在北京过这个酷暑 也不想度过这阳寒 冬天找一暖和地儿 夏天找一凉和地儿 这对我来说是最适合的生活方式 但是您找的地儿 还是要住到帐篷吗 不是 帐篷很少 是在很 就是说极少数情况下 住帐篷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没找到地儿呢 就路上那路程 对 全部招村和不招地儿 车开到那了 没有合适 没找合适的农家院和民宿 那怎么就宁可住帐篷 您希望未来的女士也跟您一样 这样过这样的生活 还能接受我这种方式 但以后这种方式可能会有所改善 不可能再去住帐篷的时候会很少很少 这样的生活旅行您多少年了 从2001年开始 二十多年了 一直是这种漂泊的状态 这个人叫什么名的 秦开元 秦先生 秦啊 秦开元 我当时在湖南 跟我那伙计我们俩人 把慢慢地一车东西吧 准备去贵州搞开发的 对面来了一个 大概最少是十吨的大火车 车上全是跟进 圆的那个 一盘一盘的跟进 他前面正好有一大沙土堆 挡着他的路 他就逆行就跟我对着上来了 我当时躲着没地方躲 他那么大 我这车小车啊 我往哪躲啊 后来我实在没辙了 一大轮靠边吧 我宁可下沟里去了 我要跟他撞上 我考虑过后果 他是重车又大 那我肯定完了 反正要翻下去 他也不深 我能看见那沟通 也就一米多深 那车就插着我的后视镜过去 扬长而去 扬长而去 他来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那车呢 没几分钟 那路边上那路间 因为下雨 湿了 慢慢慢慢踏风 我就车翻到沟里去了 他不是猛一下翻下去 慢慢踏下去的 就车翻在沟里 您这个挺惊险的 这以后要带着另外一半 您希望他能跟上您的节奏 这这这这这腰圈 这种事情 都说20多年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都不会干这蠢事了 他一个人就是好 自由自在 想干什么干什么 要是我老伴这不愿意 那不愿意 就把束缚手脚 您这老出去自驾游 总是能赶上 比方说天气特别冷 特别热 或者是下大雨 等等这样子 这种情况太多了 什么各种意外情况 没人说还遇上地震呢 逆向而行那次 就去青海 其中路过四川亚安 我当时就想 去亚安不错 走那条巷子 说不定我还能碰 那一熊猫呢 结果刚到亚安 那天早上8点01分 就碰上地震 百年不遇 我碰上这么一回 这地震 我得去参加抗争就算 给我这老天爷 给我这机会 我不能错过 我就留下来 去亚安旁边有一县城 叫庐山 地震中间 那会儿还特别难找车 在路上就碰见一个中巴车 里面拉的都是救援物资 还有几个搭车的也是大学生 去抗争救灾的 在车上我们一聊一说 我说你们不是都是抗争救灾的 那咱们就成为一个救灾突击队吧 当然我做的最大 其实都是一些大学生 十来个大学生 那中巴车开到哪 开到卢山 建医院 在那儿停下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医院那儿人满了一半 全是受伤的人 医院里都满了 人太多了 我们说那先在这儿 帮一会儿忙吧 马上给他们支账吧 救援物资已经陆陆续续在往上送 那是地震的当天 救援物资不多 在医院里头就是给他们供应吃的 我呢 适合也特别善于野炊 马上就挖一脏 挖大锅割上 给那些灾民 房子都塌了没地儿做饭 给他们做饭 炒菜 他先做好事 人还在是个好人 所以他有福气 就在那儿过了一天 第二天呢 就准备说上镇中去看看 结果呢 正好碰上四川省红十字会的人 来视察 他只听出我的口音了 他说你别走了 找活多着呢 现在很多救援物资 陆陆续续都要运过来 集中有你们北京送来的 你在这儿捧个忙 负责分发救灾物资吧 我说那你得给我个说法 我凭什么 身份啊 他说我给你委托书 马上写一份委托书 发到我车里 手机上头 全全委托四川省红十字会 全全委托我 负责在当地的救灾物资 分发运送 这让我就 名正言顺了 作为北京知情网的志愿者 我是注册的 北京知情网我下过枪了 我就扛起这感大棋了 给我一面红棋 还一面荡棋 现在我都留着呢 里面的大学中都特拥护我 一步让我跟他们聊 聊得特别 特别融洽 选举我当头 带着他们 开始 往灾区最严重的地方 交通断的地方 健康首提的运送 就在物资 就这活儿 算了我一个多月 人是个好人 不是个国家型的 我想去做一件大事情 做一个正能量的事情 我就去做 很开心 但是他没有估计到你身边的人 没估计到小江 其实我觉得这个先生啊 挺好的 因为他起码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 是吧 但是对于目前来讲 您这个情况来选择了 您解决的是将来老伴的问题 是吧 能希望您呢 能遇上这么一个 能够随向您探上的人 但是有一定难度 先生 人生有很多条路 您选择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这条路呢 给您的带来的生活很多 但是我们已记录到暮年 七十了 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可能会越来越慢下来 也许可能我们不能够再开着车呀 再直冲云霄 我们在看着那个山顶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有另一种眼光 去看到那个风光 人生在不同的年龄 阶段我们有不同的风光去看 其实我想 我不想去劝您说 一定让您现在就停下来 而是我想跟您说 让我们的生活再慢一点 慢下来 我们仍然在向前走 在您的心中的路上 我们还在去驰骋呢 这个慢下来呢 在路上的风景 我们可以留下来 多看一看 多聊一点 我们如果有了一个 合一的心上人 难道我们不能够多待一待 多看一看 多留一留吗 这也是人生的风景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让自己 愿微地放松下来 静下来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也许在某一个时刻 遇到了那么一个 合适的女人 合适的老伴 你拉着您的手 跟您的一句话 可能胜过我们千言万语 那就是人生最美的风景 他呢 就是有善心 爱做善事 所以给自己 好像也要 也积了不少得福吧 所以他在路上 开车 遇到那么多惊险 都过来了 但是呢 他呢 就是 我觉得他不是 过日子的人啊 有点到处 飘 就是 不稳 不稳定 而且那么惊险 而且他呢 我听他的口气 不准备在北京定居 他就 因为他本身是南方 云南那边 惠州那边 他觉得受不了 北方的寒冷 他可能还想到南方去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 已经细数登场 那么今天场上 会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那首先 先问问 我们今天陪选团的 两位成员 要不要参与选择 今天我觉得 这些女同志都挺好 我今天 现在展示不选了 好吧 因为不跟一号女士 如果要是有希望 咱们 可以加个微信 再继续聊 好吧 明白 你的想法了 好 那范先生呢 谢谢 今天我不选了 好 一号叔叔 我想选一下 选一下 人有变化吗 没有 是我们的二号女士吗 好 二号姐姐 来两位站到这儿来 好 给你这画 咱们再试一试 好 好 接受 好 太好了 恭喜两位 来来来站这儿了 两个人牵手了 来 你得拿着呀 你取的呀 好 一号叔叔 已经成功了 我们来看二号叔叔 今天的玫瑰 我们要不要献呀 这么漂亮的方 要不献出去 不是有点浪费 太好了 那献给谁呀 都挺优秀的 那就先入为主吧 谁刚来是谁先上台的 我们一号啊 那就是他吧 来来来来来来 来两位 您站这儿 叔叔站那儿 秦先生站这儿 好 说点什么 很荣幸能跟您在这个舞台上见面 不想让这朵花冷落了它 看你们能接受 太好了 恭喜恭喜 来来来来 这边这边这边 哎呦 今儿真的是太好了 你看你们两人拿着玫瑰站在我旁边 这种感觉多好呀 多幸福呀 是不是 是的 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二哈阿姨一定要抓住 我们叔叔真的是非常的好 好的 当然有一些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咱们要学会包容 对不对 嗯 好 那秦叔叔也希望您能抱得美人归 两人传来更好的消息 好不好 嗯 好 那今天非常开心啊 我们两队都牵手成功了 当然电视机前呢 您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有伴的小程序 不管是今天牵手成功的 还是依然单身的朋友 都可以通过他来了解 您想了解的那位 那今天的节目当然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在节目录制之后 二号女嘉宾联系我们 她与一号男嘉宾经过慎重考虑 还是做普通朋友 如果电视机前有喜欢并欣赏他们的 欢迎拨打栏目组热线电话 联系他们吧 我有什么爱的 我们下期的 我们下期的 就是我们下期的 做这个母艺 我们下期的 还有这个小腿嘛 哦 这个这几年其实也挺受欢迎的 小时候我就 我都懂一点 因为我爷爷经常教我 我爷爷他是个老中医 说到这我又看了 就第二个关键词 就想找中医 那这个关键词是怎么回事呢 身体我大十一岁 我觉得她也挺有气质的 他叫什么 他心底 就是你笨娘子 那见到你是印象怎么样的 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小老头了 说明我还有点魅力 孤单是一种心境 有时也是力不从心的现实 有个生病啊 不舒服的时候 就感觉一个人真的挺孤单的